慧可丽雪断壁是真是假 丽雪断壁的传说是说达摩渡江到少林寺以后 神光也渡过长江 追随达摩身边 惊心照料 形影不离 一天时值寒冬 达摩在坐禅 神光何时已待 下起了鹅毛大雪 不一会儿 积雪于齿 神光雾力不动 虔诚地站在雪窝里 第二天达摩出来一看 神光在雪地里站着 达摩问他 你为什么站在雪地里 神光说 渴望佛祖求法 达摩说 传法可以 除非天降洪雪 神光抽出戒刀 断掉一只胳膊 鲜血染红了地下的积雪和神光的衣衫 达摩感到神光的禅宗态度虔诚 于是达摩把衣钵 法器传给了神光 并给他取法名 慧可 但是在历史上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 慧可传指说慧可遭贼着弊 以法御心 不绝痛苦 并没有提到求法的事情 因而可以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中国禅宗史中也说 慧可在奉达摩威施后的六年间 达摩便将真法传授给慧可 所以 这个故事应该只是传说而已 但后来有关禅学的史籍如 景德传登陆等 仍然传送慧可这段雪中断臂求法的故事